日本舉行近30年來最大規模軍演應付中國威脅 各地官兵點算物資,準備前往九州地區 一場以陸上自衛隊為主的演習 無以西南島嶼發生戰事 著重於作戰準備階段,以及應對中國的區域威脅 自衛隊派出10萬個隊員,2萬架車和120架飛機參與 是日本自衛隊1993年以來最大規模的軍事演習 演習會持續到11月底,為防止大規模集體感染 參與演習的官兵要做核酸檢測